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桃园巴德有一家人气手工牛嘎饼店 老板说当初很单纯的想法 就是想帮助栽种凤梨的农民 于是发挥创意 把象征好运旺旺来的凤梨 加入内馅做成旺来牛嘎饼 吃起来的味道微微酸甜 融合牛嘎奶香 口感香浓 软Q不黏牙 老少嫌疑 后来为了要抢工送礼的市场 还推出应景的红礼盒 店家也提供网路宅配服务 让旺来牛嘎饼卖到全台湾 我要一个招牌的口味 还有一个旺来的口味 然后都是礼盒 这个就是我们的旺来的礼盒 里面有旺来牛嘎饼 旺来雪糕饼和招牌牛嘎饼 都是我们现在的过滤最高的 红色的大礼带强引入吸睛 里头装着招牌蔓越莓牛嘎饼 和象征好运旺旺来的旺来牛嘎饼 就是这个红礼盒让客人不远千里而来 每次过年我都会来买个礼盒回去 可以是说单楼这样子 真的很有名 我觉得其实是最近近几年推出来 还蛮适合老中青的 这家位在桃园巴德的牛嘎饼 不管是招牌蔓越莓牛嘎饼 花生牛嘎饼 花生雪Q饼 巧克力雪Q饼 巧克力牛嘎饼 都深受大人小孩喜爱 老板秋淑仁更研发新口味 旺来牛嘎饼和旺来雪Q饼 不知取名讨喜用料也很实在 金章凤梨它本身是 所有凤梨品种里面 它的维生素C含量最高 而且酸度最低的品种 经条细选的凤梨杆 秋树人很坚持一定要用手工切 有时候我们手切的时候 比较容易感受得出来 它的细腻度还有它的品质 因为机器切有时候一整块 有时候可能没切到 手切的凤梨杆飘散浓浓果香 秋树人这么坚持手工切是有原因的 你看像现在这样子 大大小小的跟刚刚的那个块状比起来 其实它可以更充分地混合在牛嘎行里面 就在这一拉一半之间 浓浓的牛嘎透出乳白色光丝 秋树人说时间的掌握很重要 必须要在尽快让它还在预热的情况下 让它赶快搅拌均匀 不然它冷了之后的话就会变得很难拌 然后口感就会不均匀 一手抓起拌好料的牛嘎馅 再叠上牛嘎饼做成夹心 每一块都要压得牢牢实实的 说起为什么会研发凤梨口味 秋树人说纯粹是想帮助农民 那时候农民的生计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时候想说 那我干脆就来做做看凤梨口味 这样子 然后这样比较特别的同时 也可以帮助到农民的生计 用疼惜农民的心 做出象征好运望望来的 往来牛嘎饼 酸甜的果肉口感 伴随奶香浓郁的牛嘎 在入口即化之余 饼干的咸香滋味让人回味 很符合我的需求 我很喜欢 它不但吃得到 那个军钻凤梨的颗粒 而且那个凤梨的香是很绵密的 就是吃完之后 你的会唇齿流香的那种感觉 这一道又是满是香气 勾人食欲 特别是云林和彰化产地 用真空包装的花生 如果它接触空气太久 或是潮湿的话 它花生很会有油耗味出来 然后这个会造成我们的食品不新鲜 像花生的真空包装跟那个裸妆的那些落叉 其实就加了 叉了相近两三层左右 沐洗成分也要追求新鲜品质 它更坚持手碾的花生 更能压出细致的坚果香 还有锅子里用隔水加热 慢慢融化的牛嘎 也要抓好时间起锅 这就是香Q不黏牙的原因 让牛嘎的温度上升 确保不会有某个局部或者是局点 就是温度太高 造成牛嘎硬化 不仅时间火候缺一不可 就连搭配的花生粉和花生粒 用量也毫不手软 我一开始就是被咸到 咸得很彻底 我客人会一直给付品 但是我们也没有去顶嘴或者是反击 我们就是参考就是客人给的意见 然后所以之后在原料和配方上面去做调整 所以之后才有刚刚提到的 就是放松背的料 让花生的气味更浓 改良后的花生牛嘎饼 每一口都越嚼越香 吃得到饱满的花生颗粒 和花生坚果的浓郁香气 搭配咸香的饼干跟酥脆 它用的花生就是云林的 就是很道地的很大颗粒的花生 大粒又好香 所以因为吃了就是 那口感真的很绵密 你吃了就忘不了了 香浓好滋味 让吃过的客人都印象深刻 抽属人在尝试做出新突破 我们这边选用的是美国经典巧克力饼干 但是我们不能捏太碎 就是捏太碎的话会造成 我们在咸水Q饼的时候 那个空气感太小 空气感决定酥脆度 只见抽属人使尽全身力气 从大面棍换到小面棍 来来回回赶要好几回 只说这个活不轻松 像一开始我们自己在尝试的时候 整个手全部都是红种 就是汽水泡的 就是这其实这个存种工资 蛮费劲的 双手的疼痛 让抽属人体会到创业有多么不容易 原本在韩商科技业上班的他 常常帮韩国人买台湾牛嘎饼 心生好奇而萌生创业念头 我想要做出跟市面上不一样的牛嘎饼 然后这个牛嘎饼是软Q不黏牙的之外 而且我们这边还有强调就是有减糖一半 减糖后的水Q饼更吃得出巧克力的香气 口感扎实又软Q不黏牙 迷人的巧克力饼干与咸饼干 互相搭乘出咸咸甜甜的风味 交代工商生 刺激底络 追得比人还高的牛嘎饼 正准备送上物流车展配出货 如今能够有这样的好成绩 都是他一步步累积来的 那时候大概一个月 营业额大概一万多块 一开始 那你也没有很沮丧 有啊 我想说一万多块我们干嘛 所以当兼差的话 跑熊猫 跑步的都不止这个钱 那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 会一种信念吧 就是不服输 就会觉得我今天就已经踏进来了 我希望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 有志者施敬成 丑书人的努力让家人从反对转而之时 他在结合实体店面和网路摘配双管齐下 丑书人说 未来他还要透过无人佛界的网路 将这份美好滋味传递到每位客人的手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